而在今天上午金山区公所举办第二届基层领长座谈会 区长表示希望借此能够聆听最基层的声音 进而解决民众最迫切的需求 为了倾听地方最基层的声音与意见 金山区公所在今天上午举办第二届的与领长的座谈会 而在座谈会的现场不仅是有区公所的各客室主管参与 还邀请到了市议员服务处、护镇、警分局、卫生所等单位 而这也让现场的李领长都倍感重视 而区长表示聆听最基层的声音 直接与各单位面对面的座谈 借此解决民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最主要有两个目的 那第一个目的是借由我们座谈会的举办 来这个听取我们地方上的这些最基层的领长们 对地方建设的各项意见 那另外一个目的也是借这个机会来感谢一下 我们最基层的这些干部们的辛劳 代表朱市长对他们来做致意 由于在金山区总共有15个里200多位领长 因此从今天开始分成四个场次来举办 而今天针对重合六虎西湖以及两湖里的领长们进行座谈会 现场有20多位的领长也都在这个场合充分的表达意见 如果是要跟那个民间一样 你如果说你这个事情在民间的话 我跟你说 我跟20多名了 一年它就可以把它解决掉了 但是这个就是Mega 大家紧急都走嘛 你就是把 我觉得我们这个 我们现在跟民间的素质已经差不多了 效率真的很好 但是Mega大家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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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后来我们家开发对我们传来一定是很好的 但是结果现在来这个事宜 所以我们人来都没什么路了 你猜也不能够 什么也不能够 不管是对于警察单位执行力的问题 还是外地人来金山开发造成居民的不方便 在场都有相关单位能够回答领长 而金山区长表示 对于基层的声音都相当重视 希望能够帮民众解决问题 不管是问题的大小 都能够藉由这样的方式寻求正确的管道 记者是端艺金山采访不到